我们一百多人要从4月2号开始分批抵达花莲 我们一开始就设定搭火车 但就是订不到 最后我们只好在群组通知大家改搭游览车 没想到太鲁阁火车翻车事件却在4月2号发生了 当时我立刻要求车上全员为事件和罹难家属祷告 所以绝不可能有谣传我请大家做假见证 至今太鲁阁事件罹难家属哀痛的样子 人清楚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希望任何人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 其实今天是我跟维林结婚20周年的周年纪念日 真的很对不起维林 2021太鲁阁事件那天 我们从计划搭火车改为搭游览车 经过事件现场 我们全员立即一起迫切祷告 首先 2021年爱在4月天在花莲 我们100多人要从4月2号开始分批抵达花莲 为了让大家在车上 还能够完成一些行政的作业 也避免连续假期交通赌赛 我们一开始就设定搭火车 当天从早上到中午前火车的班次 不管能订的不能订的 我们都一一查询尝试订票 但就是订不到 因此没有办法将第一天要抵达的人 一起在同一班车送到花莲 因为如果没有办法一起 这对我们的集合和接送管理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最后我们只好在群组通知大家改搭游览车 没想到太鲁格火车翻车事件却在4月2号发生了 当时我立刻要求车上全员为事件和罹难家属祷告 所以绝不可能有谣传我请大家做假见证 才能使我和其他的牧长平起平坐 这些指控完全虚假不实 我真的非常的痛心 这个让全民哀悼的事情 让我们一度决定要停下来原来的活动 但后来牧长共同感动 就以我们在花莲的爱在4月天活动 来为这当中不幸罹难的人哀悼 也为罹难的家属祷告 求神亲自安慰他们极其伤痛的心 用这件事情让人不忍再想起悲伤事件 来作为媒体攻击我们的内容 实在让人太痛心切苦 当活动一结束 我和太太立即赶到花莲殡仪馆 为罹难的家属祷告 至今太鲁阁事件罹难家属 哀痛的样子 人清楚在我的脑海中 我不希望任何人 拿这件事情来作文章 我和太太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